那好 咱们这个第一种方式这个以后呢 咱们再说第二种方式啊 第二种方式怎么改呢 那首先咱们先把这个改回来啊 杠R杠T是吧 还原成个default default 把这local都改回来 你这local一改回来 你发现这就又forbidden了 是吧 第二种方式怎么改啊 这么改 ccun 杠还是杠R 但是咱们不用去到那目录底下去复制粘贴那条目值了 咱们可以用一个方法叫什么 参考reference 这英文是参考的意思 参考谁啊 你不是想让它改成跟word像3w这里一个类型吗 是吧 那你这么做 说我还是要改这个文件件的条目值 而且是低规的啊 连这文件件在底下东西 我参考一下这个目录 我想把这个目录改成跟这个目录一样 参考它的条目值 参考它的上下文啊 那么这改过来之后你再看一眼 你看 这不是改过来了吗 你这不再刷新就肯定又能过去了 就不会forbidden了啊 这是第二种方法啊 这是第二种方法啊 那得咱再给它改回来 再改回来啊 就forbidden了 咱们介绍第三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是我真正咱们说是推荐的啊 这种 三两种方法都是临时改的啊 第三种方法是直接给它写到系统的内核里啊 直接写到系统内核里 但是这个文件价就永远的是这个类型了啊 要用到一个工具叫SEManager啊 SEManager这个工具 你刚刚开始吧 你看啊 就是说你可以发现什么呢 就是咱们死了你就是管的这个上下文可以管多少 咱们刚才改的是文件的上下文 还可以改谁的 端口都有上下文啊 网络端口都有这种类型啊 他管的可宽了 对于用户啊 什么登录这 特别的多啊 当然咱们还是那句话啊 就是咱们CE级别学不了那么多啊 你要真有兴趣啊 你考C去吧 考C你挑这门啊 能学死你 企业干活用不了那么多啊 咱们会这个 会这个 干活足够了啊 咱们都是挑干活讲啊 那这个SEManager怎么干活呢 那你不是改文件的上下文吗 Fcontact的是吧 购的 文件的是吧 fail的contact的 文件的上下文 怎么改呢 你你当然你要不会 你可以继续-ht 继续口不看啊 我就直接写了 怎么改啊 比如说呃 我们还是改那local是吧 怎么改啊 -a 添加-t啊 那个类型叫什么来着 httpd face的content t啊 这个其实你要是用的多了 能记住啊 能记住 不用非得去看见 然后怎么写 后边 后边这块你们肯定听着有点困难了 这后边要用到一点正责啊 正责表达是啊 咱们这个现在还没有讲啊 还没有讲 应该是这么写的 下边点 帽的 然后外部的问号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咱们讲12编程会讲点这个正责表达是啊 就是他 他什么这个什么点代表任意单个字符啊 什么帽号的星啊 什么0到多个问号什么啊 一到多个 这个咱们讲12的时候会讲 你现在不理解的话 我告诉你什么意思 就是说通过SEManager的工具啊 修改文件的上下文啊 往那盒里边添加 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个类型 把这个文件夹下的所有东西 你就这么理解就行了 那有点说 老师 你这上下文 这不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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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责表达事 我们也不懂 你这生计啊 你不用生计啊 谁跟你说秦老师讲课要生计了 是吧 秦老师讲课从来不推荐大家生计啊 我都是推荐把脑子留出来 咱们要提一些 呃 这个是吧 这个 比如说 新的这个英雄 这个龙王 是吧 他的装备应该怎么出啊 这些有用的啊 这些都没有用啊 那这些东西咱们怎么寄啊 这啊 SEManager 不是FContent吗 啊 这命令不是这个吗 你慢一下啊 慢的时候注意啊 这是横盖 你就给它粘上 啊 慢一下它啊 你慢一下它里边有粒子 看见没有 有粒子啊 你如果说直接翻这 我们说很多的那个字里都有这个叫什么 example 你在里边搜索一下 哎哟 和 一个 example 粒子啊 它第一个粒子就是这个 看见没有 改网页类型的上下文 无非是您那个文献家叫local 他这个举的粒子叫外边啊 你要是实在记不住呢 你就把它复制下来 哎 到这边啊 我把它Ctrl C啊 直接粘贴 然后你那个文件夹叫啥啊 你那文件夹不叫local吗 是吧 啊 这个官方也不傻 官方设计慢手册是有用的啊 只不过呢 咱们是投机虚小点啊 你通过这种方法就不用记这条命令了吧 啊 记住啊 慢谁啊 就慢这个命令开头这儿 注意把这个空格换成横盖啊 六的时候直接慢他就写了 第一的时候挺讨厌的 还得慢长一点啊 我再说一遍啊 慢谁 慢他 就慢SE manager 中间把空格换成横盖 慢一下他 里边第一句 第一个例子啊 第一个例子一个 example 你说一个 example就行啊 第一个例子就是关于网页的这个怎么改啊 你把这个外边换成你自己的文件夹就可以了啊 不推荐剂啊 回车你发现他又横一会 为什么横一会 因为我说了这是往内核里写规则呢 他要把你这规则写内核里啊 但是这个啊 写完了内核规则可是写内核规则 写到内核规则里 这文件夹可还没改呢 不信你看一下啊 他只是把规则写内核里了 你看这边还是底部的T呢 啊 您这还forbidden呢 写完内核规则还要做一什么呢 看这 写了restone-r-vweb 就是说你还要再把这个文件夹再从内核里规则再还原一下 restone还原一下啊 你光写到内核里不顶用 再还原一下啊 或者你从底也行啊 都可以啊 这条命令啊 restone-r 表示地规 是吧 -local 你把这个文件夹再地规的 v表什么可视化啊 一会你一回车 你能看着他告诉你 谁把谁改成谁 把谁改成谁 不加v就没那个了 我建议再加一个-f -f是什么意思呢 false 强制 呃 大部分时候不用加 但是你家是没坏处啊 有些地儿改起来 它是强制一些 你看你一回车 它不是干上你了吗 它说把-local这文件夹的上下文从这个啊 改成了这个啊 把这个文件的上下文从这个改成了这个啊 你不加这个v啊 就没没这两句话了啊 过程他就不写了 这是咱们这个实验 你再去看-z 你再看local 过来啊 而且记住啊 以后你也在新建的文件都是会继承这个啊 你比如说touch啊 这个local下呢 比如说 我建个2 一串2 是吧 r-z local下 你去看 这一串2 也自动继承了这个规则 看到吧 啊 当然cc1那个也继承啊 也继承 但是这个词是这是直接写在那盒里的啊 那个有时候一从起 关机有的时候 这就继承不下来了啊 还得再做-r 再再做一遍啊 这个的话直接写在那盒里了 以后这文件夹写的什么东西都继承啊 都继承 这个方法 第三种方法还是推荐的啊 但是后边的课程里 我不一定用那种方法啊 呃 都可能都用啊 临时生效的cc1那更方便啊 直接就改了啊 那么这是咱们讲文件的上下文 除了文件的上下文还有什么呢 端口也有上下文